欣典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欣典时刻 星期五 欣语之声 欢迎收听欣典时刻 欣语之声 今晚我们的主持奢依 因为病了 开不了声 所以接下来两个小时 由我Phoebe 贾丽明 为大家主持大局 如果有一些脱漏 大家不要介意 先介绍今天的嘉宾 我们今天请了一位 美声嘉宾上来 我不开估他的名字 我们请这位美声嘉宾 跟大家唱两句歌 我已决定今生在门所求 为梦得主请赞已足够 好陶醉 要开估 多谢你 杨子盈 Gabby Hello Hi Phoebe 你好 我旁边的位置不单是美声嘉宾 还是美女嘉宾 大家不知道 Gabby的样子是怎样呢 快点上Facebook 看一看 我们因典时刻的网页 你就会看到她的美容 好啊 Phoebe 但我觉得不是我美声美容 你也美声美容 你一开咪说话 那把声音 我觉得你唱歌 都一定很好听 好开心啊 那我就决定不唱歌给你听 去撕破坏你那个 我在你心目中的漂亮的样子 Gabby 不如这样吧 你自我介绍一点点 好啊 大家好 我是Gabby 杨子盈 很开心 今晚可以跟大家分享 很开心上台这个节目 我自己是2008年的新人 2008年出了一张唱片 当时我就是做一个组合 叫做Fager 我们有四个人 但可能收音机旁的 大家都未必认识我 因为其实我当时 很快就进了娱乐圈 很快就出了碟 但公司又很快就倒闭 加上在组合里面 大家现在看到那些 韩国的那些女子组合 你都未必分到谁打谁 所以我们当时就弹花一宴 大家都未必知道我是谁 Gabby 听你说的这么轻松 但是这些大起大落 其实一定会令人不开心 对不对 都会的 当时也不是容易 很厉害的 但其实你很年轻 我想知道 因为说到入乐坛做歌手 说真的就是 现在的普罗大众 梦未以求的梦想 你刚才也提过 你是入了乐坛 出过一张唱片 做过流行歌手 可不可以都是 简单和我们讲一讲 你入行的经历 其实很有趣 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读香港演艺学院 我主修声乐 即是唱歌剧 握橙的那些 不用用咪 唱到很大声很远的那些 可不可以试两句 这些没有 我怕听众立刻扔掉电话 我相信大家都会继续听电台的节目 但是我在读书 读最后一年的时候 我的经理人就来到我的学校 他发掘了我 因为当时他很想在香港 组织一个乐队 一个组合 就是四个人 唱古典流行音乐 即是classical pop 古典的元素 混合在流行的元素里面 简单说 大家可能听过 谁是莫华伦 或者巴佛乐提 就拿着惨的声音 唱广东话 其实也有点怪的 要是有些人觉得有点怪 其实我当初就觉得很有新鲜感 还有我自己除了歌剧之外 我也很喜欢音乐剧 所以就是拿个中间位 音乐剧又有流行的元素 多些 但是又是找到一些古典的味道 所以当时我对于经理人 邀请我去做歌手 我觉得很着弱 而且小时候写我的志愿 我是真的有写过想做歌手的 梦想成真 而且说真的 入到这个行 真的是明星 电台又会访问你 电视又会见到你 会不会当时都有种 飘飘然的感觉 不是很飘的 是很兴奋的 由小到大 喜欢唱歌 景哥金曲这些节目 就一定不会错失的 好像自己由电视机外面 可以进入电视机 然后妈妈录影 听不到阿奢奢主持节目 我们还是听阿奢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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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阿奢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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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奢� 我耐心透震 凡声中 我不过是一点 未曾回汗 却发现这相逐人 如果我知道 我有你在乎 如果我知道 你每刻守护 如果我知道 你这般心爱我 如黑暗或风雨 陪我走过 如果我知道 你每天等我 如果我知道 你每刻想念我 如果我知道 从来没离开我 便不再放弃 与自我封锁 原来是你 一直在旁 原来是你 恩典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恩典时刻 星期五 恩与之声 恩典时刻 恩与之声 今晚我们的嘉宾是 Gabby 杨子盈 刚才Gabby 简单介绍过自己 Gabby在2008年 组合过一队乐队 叫Vegar 出过一队乐队 刚才听你说 入乐坛 好像都很顺利 读完影艺 当然是学院毕业 入乐坛 出碟 上电视 接受访问 但Gabby 我知道原来 其实那段阶段 你不是真心快乐 为什麽 那麽说 又不是不快乐 不过其实 我很小过 在教会上长大 所以 我觉得 进了娱乐圈之后 对我有很大冲击 好像 从一个 军室小花 就见到这个世界 哇 原来是这样的 是怎样的 以前在杂志上面 见到这些 我就觉得 自己好像 入了本杂志那里 可能 一些名利 会对我来说 很近 以前小时候 我怎会特别想 我想很多人认识我 我没有 但是 到我进了娱乐圈的时候 人又会变得 公利了 因为 其实我在一个 这样的环境里面 去工作 没有一个艺术师 会想自己 没有人认识的 没有一个歌手 会想 别人不听自己 唱歌的 所以就 在那个过程里面 开始 在价值观上 有很大的冲击 特别就 当我见到 一些 进入了这个圈 有机会去 应酬 或者 跟朋友去玩 就去一些 我小时候 不会去的地方 比如 去 香港的 难贵方 很多的 酒吧 club 也会做 一些小时候 不会做的东西 就在这些地方 跳舞 我记得 我第一次 去到 一些 这样的 夜场 那些人跳舞 是 好像 一百条 沙甸鱼 然后在一个 密室 那里 然后 大点光 又摔来摔去 我第一次 去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发生什么事 好逼啊 觉得很想 离开这个地方 但是 那些朋友 就说 来玩 你玩一下 还有 那时候 我心里面 会有一个 感觉 就是觉得 做了这么多年 记录图 好听话 太乖了 没带过 现在才见到 世界 原来 感觉 有少许 觉得 好像 比 比较 会骗了 对 对 对 为什么 我看不到 这些东西 然后 我突然间 觉得 这么真实 在我眼前 去呈现的时候 我才觉得 这个是真实的世界 这么好玩的 花花碌碌的 对 无论是好玩 或者无论是荒谬 我都觉得 这些才是真实 OK 那时候 你多少岁 可不可以说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岁 好年轻 对 算不算 是这样进入 你的反叛期 这个反叛期 我想 都是的 堆砌一堆的失望 一堆的不明白 那些失望和不明白 是什么呢 我觉得 以前 用心地读书 就一定会成绩好的 对不对 去到这个圈子 我眼见身边 可能有些人 不是从一个正当的途径 去得到一些利益的时候 那我就觉得 咦 是不是我太老实呢 太怪呢 对了 就是 我是不是都可以学一些 邪招呢 古惑一些 的方式 对了 我自己都 其实是不是 我太搜救 太多框框呢 那令到 我没有机会呢 所以就 我想是进入了迷惘期 还有 那时候我就 刚刚和一个 拍了很多年的 男朋友分手 好伤哦 真的很多年了 所以在 那一刻 我都会觉得 对感情 是很失望的 因为我是 很努力 去栽培这个关系 但是 然后我进入娱乐圈 看到这么多 我没见过的东西 然后我就 进入了一个 与其叫反叛期 我开始去否定我信仰 我开始觉得 首先好像刚才说 我是被教会骗了 另外我就觉得 耶稣是 一个2000年 在这个地上 生活过的人 现在是2012年 过时了 过时了 我都不明白了 你都不在 你那时候 还是蒙头的 现在那些女孩 蒙着头 穿得这么少 去clubbing跳舞的 我觉得她不明白了 然后我也都 开始对 我自己的价值观 或者我自己的底线 有点质疑 去得多些 这些地方 那些底线 就越来越低了 我质疑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想到不明白了 那就不玩了 加上我都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难免都会喝酒 那我就经常都会 玩到好夜 喝好多酒 然后就 在酒精的影响下 我是放胆做很多东西 以前觉得 不做得 或者耶稣不起悦的 不乖的 都做了 做完它 真的不是浪费的 很夸张 对 Gabby 其实你 很坦白说 你当时的经历 其实都是很多年轻人 甚至教会长大年轻人 可能其实真的 他们的心底 觉得 很多未有 或者外面的花世界 那么漂亮 那么特别 你们不要那么守舊 真的很多人会这样去经历 那你很坦白和我们分享 但是当时 好了 让你试了这么多东西 有名 你当时也应该有点利 不然也没有钱去玩 对 那又试了自己 喜欢跟谁在一起 就跟谁在一起 去哪里玩 就去哪里玩 但是心底里呢 心底里里 是不是真的快乐了 我想最怕 就是去完clubbing之后 睡觉 第二天起床的感觉 是怎么样的 首先很头像 就是走起美国 知道自己昨晚喝了很多酒 然后很累 然后又知道 准备要开工 那我就会很迷茫 是我昨晚做了些什么 或者是 就是在想我昨晚 疯了些什么 接着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我好像觉得 昨晚做了的东西 是没有做过一样的 那里面是很空虚的 然后去填补这个空虚的感觉 就是再去吧 夜晚 再去吧 不要让他听 对了 无论是去不去夜长大 都会很想 约朋友出来喝东西 喝酒 喝酒就很开心 喝酒就会很开心 发电 然后就 好像很大胆 就很放 是的 那很明显是罵醉自己 是的 都是的 那感情那里 你刚才说了 是正直失戀阶段 那你又出去玩 肯定都有男士 去接触你的 那你是怎样处理的 其实呢 反过来 有趣的是 男士接触我 我又没有特别想 很多男士接触我 如何应付 但反而呢 我是觉得 我去了一个阶段 是 我很想 因为从我分手了之后 我很想避爱 我很想 有人抱一下 或者我很想 有人来肯定我 因为 那个分手都伤 我忽然间 那时候觉得 我这么努力经营 那段爱情 但是 都不work out的时候 我觉得是 因为我做得不好 因为我不够好 所以 在那段 我离开神的时间 我 反而经常都会 很想 吸引那些男士 到自己身边 给自己一个肯定 会不会这样 是的 我现在都很勇敢 去说出来 你真是很勇敢 很丑怪的 就是一个女生 去做一些事情 令到自己去吸引男生 就是 我不知 为什么 自己会这样 但是 那时候 就是 觉得在 这些的 关系里面 得到一个满足 一个肯定 其实都不算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她 可能跳舞 然后 很想 可能 自己 跳舞 sexy一点 或者是 漂亮一点 可能 穿得性感一点 就去吸引一些人 来我身边 但是 我不是喜欢她 我不是喜欢她 我不是觉得她吸引 不是的 但是 当她可以 迈到我身边的时候 其实我又不想 不想要她过 在这个循环的过程里面 其实 当时我是很迷失的 因为 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 但是 在这个迷失的过程里面 有些 就 那晚完了 就拜拜 有些 是 真的 可能会再出来 吃饭 你知道 出来吃饭 也不是那么 纯洁的 吃饭 也乱的 更乱的 就是 不知道自己想 怎么 这才可惨 没有了主耶稣 或者你 连教会都不回的时候 真的都不知道 去哪里再找回那个价值 也不是的 我不是不回教会的 你又继续回吗 那时候 我真的很佩服自己 可能是我从小到大 成长的环境 都是 舞台 我习惯在台上表演 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老师一定是教 要有自信 你不能被别人 看到你 所以我是很懂得 在别人面前 表现得很好 教会一个样 外面一个样 没错 星期日一个样 晚上一个样 上班另一个样 Gaby 你很诚实 很坦白 将你的过去 和大家分享 当然 故事不是完 否则就不值得听 这个节目 Gaby 我知道 后来你的事业 开始走下坡 欣点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欣点时刻 星期五 欣语之声 欣点时刻 欣语之声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Phoebe 贾丽明 今晚就要代替 病了的车宜 今天我们请来嘉宾 美声嘉宾 杨子盈 Gaby Hi Gaby 刚才听过你 哼了两句 又听了一些 你入了乐坛之后 一个迷失的阶段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 继续讲一讲 你那个事业的起跌 其实我感恩 因为我从小到大成长 或者我的经历都挺顺 小时候喜欢唱歌 合唱团那里一路唱 四岁开始唱 然后九岁就有机会独唱 一个人唱 很喜欢唱歌 于是就参加很多的歌唱比赛 又进入心仪的大学 心仪大学之后又很成功 就入了娱乐圈 做歌手出碟 但是在一切很成功之后 在我出了碟没多久 我就知道 我们的第一只碟 是我们最后一只碟 因为那时候 我们就遇上 2009年的金融海啸 公司也觉得 做唱片是一定不赚钱的 所以就close了一个唱片部 那时候就忽然间 就觉得好像 之前经营那么多东西 或者有得过一些奖的 有去过做电台访问 去过颁奖礼 做过很多大使 拍过广告 然后又是同一个感觉 就是跟喝完酒一样 就是做过些什么 一样 就是又是很失落 而且觉得 怎么呢 就是上帝 玩我吗 对了 你这么年轻 之前这么顺利 不是你自己特意 说如何试入娱乐圈 真的有人来找你 那有碟都出了 然后就说 第一只碟就是最后一只碟 那个心理打击很大 那时候我是很安慰自己 因为其实我看到我自己是很幸运的 因为不是那么多新人签了公司 可以立刻出碟 那我们的组合 我觉得是奇妙地有趣的 这么快可以出到碟 但是我想 在那一刻 我忽然间是对我整个人生 很多的反思 我觉得在步骤上 是很顺利的 那些步骤 就是硬件上 小学中学一路成长 读到心仪的大学 最好的大学 但是其实我看回头 在每一个阶段里面 其实我的失落和空虚感都很大 对了 正如你刚才发问的疑问 就是耶稣你玩我吗 是不是 又锁了我在教会那么久 不让我威了 现在出来威了一会儿 喂 没得威了 那怎么办呢 耶稣怎么回答你 我想那时候没有回答我的话 我是不断地问为什么 在我问为什么的时候 我发现到其实我是对神 有一个很大的愤怒 或者真的觉得他玩我 因为其实最终我是喜欢唱歌 对了 毕竟开头应该是喜欢唱歌的 但是去到那一刻 当我好像什么都没了的时候 我发觉我不喜欢唱歌 因为唱歌令我觉得很辛苦 我甚至我想去抒发自己的情绪 我不开心 我不会唱歌 唱歌还是放在最后才唱歌 是的 而我从那时候开始因为没什么做 失业了 那有很多问为什么的时候 我开始发现 其实这些硬件上的顺利 我背后我心是一点都不觉得开心的 就算好像这么顺利 因为其实一直去令到我唱歌的背后的动机 是我很想藉着站在舞台上 或者我去唱歌 去得到人的肯定 从小时候 我会跟我说 子盈你唱歌很好听 然后再大一点可能是老师会赞 然后因为我很想得到这个赞赏的时候 我就不断参加歌唱比赛 不断 无论是学校里面的校制的 甚至是那时候我也有参加过新秀 新秀你也去过 那我就觉得什么歌唱比赛都想试一下 有没有赢过 但是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上帝玩我 就是我没有赢过 你把声音很漂亮的 所以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很单纯觉得我喜欢唱歌 我用心练歌 为什么我不可以赢 而我不断都会可能是 拿到一些安慰奖 或者是计分数我是第四名 那回到家 妈妈就可能会说 哎呀你又啃颈四呀 那就原来我很在意 有没有奖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做一件事 没有人肯定我 那我其实就是 做一些很废的东西 是 所以我就不断从这些比赛 或者表演上面去试 就算我失望了一年 下年再参加 再参加 但其实在我里面 那种的空虚和失落很大 因为其实输了都不开心 但我不让自己不开心 那我就觉得 再接再来 再试 那无论是 小时候 还是做歌手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唱歌 背后的动机 已经不是再唱歌了 不是当天你真的很喜欢唱歌的动机 现在是想找人肯定被人赞 是呀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当没有人赞或者没有人肯定我的时候 我就没有价值 那你问了耶稣很多 不明白了 你都怪责他 你怎么走出那个困局 那时候我觉得 都是那些礼牌 见证 去到着处的时候 就见到耶稣 这个都是的 虽然好像很老套 但是就真的走到这一个 我觉得事业又没有 感情又很大缺失 经济上很差 没有钱 家人不明白 觉得为什么这么大个 都还不拿钱回家 在很多没有的时候 我唯有呼求耶稣 你怒着他 但是我没有路好走 但是那时候 我除了怒着他之后 其实当我想回回耶稣 我里面有很大的罪疚感 我觉得我自己很不干净 就是耶稣是全然圣结的 那我这些这样的 又明明是乖乖女 明明是在家里好好地 但是去玩 又不爱惜自己 甚至不爱惜自己身体 我知道耶稣不开心的 但是我又真的没有办法 那时候赤主高豪正 他就组织了一个歌手小组 经过的朋友 底英姐妹介绍 我就参加了 入了这个小组 就开始去找回耶稣 向他呼求 找回耶稣 其实也不是向他呼求 也不是叫呼求 呼求我觉得是很大力的 呼求是救我 但是那时候 我回来帮我 没有力 就是这样叫声 耶稣帮我 还有尽力回教会 尽力回小组 是不是耶稣真的帮你 当然 这个就要听了 你那首歌之后 我们先再讲 Gabby现在是有一个乐队 叫Hot Worshipper 里面有一首歌 I Need You 都少少总括了 你在歌唱事业里面的起跌 我们先听这首歌 陪我心中 闪着理想 我在台上歌唱 上面要我再努力突破 仍然会发不到欣赏 曾家装着勇敢 不想离忘穿我 那个东 全是观众 流行曲当天会 你走起 却是梦里割装 信难明我会拒绝善意 求别要为我故障 谁同情烟花一燃似空 多摧残别触碰 孤单里我极难过 承受无悲痛楚 承受无悲痛楚 问你可愿意知道 让我对着你倾诉 留下你腾在心里 似岁月永久半处 被你恨恨我相信 无论遇到什么 不再估得了 原来你懂我了 我做爱你 我做爱你 真的爱才走到 即使我永未完美 能在巡空里飞 愿意向着你歌唱 愿意接受你的爱 期待在台上起舞 脱去救我多自由 愿意呵护我相信 无论遇到什么 不再猜得了 原来你懂我了 I need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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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管带着勇气 高天雷尘走你 愿意向着你歌唱 愿意接受你的爱 期待在台上起舞 脱去救我多自由 愿意呵护我相信 无论遇到什么 不再猜得了 原来你懂我了 应典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欣典时刻 星期五 欣语之声 欣典时刻 欣语之声 广告之前我们听到一首很悦意的歌 I Need You 是Gabby 杨子盈自己作曲作词 作曲是我的 其实原本这首歌我是写了普通话词先 这个广东话词是我和两位朋友一起写的 他们都很有趣 那段时间正正是神去医治我 刚才我也说了 其实问了神很多为什么 神开始回答我问题 发觉原来在过往唱歌里面 那个动机是想得到人赞赏 或者他肯定自己的价值 原来很错 怎么错法呢 不是正常吗 我唱歌我都想你赞赏的嘛 因为 因为其实 很傻 是 这些全部的东西都是 会 即我们基督徒说 会过去的 如果不是基督徒的话 我完全掌握不了 那就是我的命是被人去控制住 被人去操控住 那所以我经常都会觉得不满足 或者经常都想拿多些东西 因为我实在太控制不了了 那就是去用这些东西去肯定我自己的价值的时候 其实是很虚假 他会过去 他会 忽然间不存在 一些电视台 电台给你的奖 你还是玩这个游戏 那就是有价值 你不是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他放在家里的一个摆设 Gabby 你领悟到这个道理 很多人真的穷一生的时间 甚至可能现在几十岁人 都未必好像你这么清醒 来到去领悟到 你好厉害呀 二十几岁 事业走到这么低潮 你反而不是说好像绝境 你反而领悟到 原来这些是会过去的 我想我要这样借住 因为他创造我真的很喜欢唱歌 这件事在我里面 令我问最大的问题是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连我最喜欢那样东西是唱歌 但是我唱歌都没有 我连唱歌都不想唱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然后当我没得再做歌手的时候 虽然我依然有合约 但我已经没有工作了 我刚才说我回到小组 回到小组的时候 开始回到耶稣身边 当然也做了很多的讨告 这些讨告里面都会觉得 哎呀主啊 我以前真的太阮了 我现在回来了 我听话了 我乖了 也同时开始 有些教会或者帝影姐妹都知道 我有空一点了 不如你来分享见证 你来我们教会唱歌 那时候我觉得 我凭什么呀 但又因为我太懂得在别人面前扮乖 还有扮好 那些人就会觉得 我的生命很好 是的 很乐观的 很积极的 我也没有被别人见到 那个圈子不一样 去玩那个圈子 跟上教会基督徒的圈子不一样 所以就 骗光了 不明白为什么要去的 但当时可能那个心态 都会接着职业 多个职业去唱歌 那就去了 但当这些机会来到的时候 我忽然间有个很大的反省 是我不要了 好像以前那样 以前是我因为公司接着职业 要去唱歌 因为就要 给面这个给面那个去唱歌 又或者我想因为 有些奖有些肯定去唱歌 但是我忽然间 惊悟是 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依然都还有机会唱歌 依然都 有弟兄姊妹去找我 去教会分享 其实 这个不是必然的 那时候唱歌的心情 会不会不同了 你之前说其实已经去到的地步 我都不再享受唱歌 所以那时候我就 跟耶稣齐了一个土 我就说 若果呢 今次这些机会 是你去可发生的 是你想的 我都不知道耶稣怎么带领我 那时候我就觉得 都是听一些 听一些熟灵前辈说 是去开门 就是那里了 那我就很单纯的想 开这个门 是这个 然后我就 跟耶稣说 我说 我现在来到教会唱歌了 不是一些商业的地方 我来到教会 如果我不是唱歌给你听的话 就太那过了 所以我来到教会 都不是唱歌给耶稣听 是唱歌给人听的时候 就是我是服事人 不是服事主 那我就觉得 我应该是服事主 就调整你的心态 然后我就跟耶稣说 我说 既然我是服事你的 而你这么厉害 你一定会可以 令到我的心态改变 那我就跟耶稣做个祈祷 一会儿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 可不可以让我 不要再想别人怎么看我 可不可以 不要再用技巧性的东西 去令到吸引观众 或者想别人听我唱歌 我可不可以单纯到 好像我四岁的时候 就是 就算没人见到我 都是站在一个合唱团里面 很多小朋友的 其中一个 但是唱得很开心 那当日呢 我是第一次去 就是自从那些 不不不不不 第一次去 去分享见证 那我分享见证 就准备要将自己的 骯髒东西 坏东西 就是和别人分享 就是不可能讲假见证 我没可能讲 我一直都很乖 借着阿门 拜拜 那我就要讲的时候 其实我里面是很害怕 我觉得 哇 很丑怪 就是 人家一定会觉得 看你的样子都不像 就是我又想 人家了 人家怎么看我 那突然间我就觉得 不理了 耶稣你带我来这里 我就 很想 只是 单单 是因为你 那所以 当我那次一弹琴的时候 我好记得 我的手一放在琴上 我感觉到 一个很大的暖流充满我 我觉得 很多的爱 你自己自弹自唱 是的 我觉得好感动 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之后我就很 真的很 真的很投入去 唱完那首歌 我唱完之后 我眼泪不断流 唱就没流 唱完就不断流眼泪 然后又遇上地 你离开我琴 去骨弓 那在那一刻的时候 我忽然间 好像 思想里面 有一下是 你看看人家 会不会拍手掌 因为以前 我都是这样 看看人家 拍不拍手掌 但当 看看人家 会不会 的时候 我就立刻 跟那个声音说 够了 我不要再这样 然后 好像 现在好像 足球小将 一刻 是拉了一闸 这样说 但那一刻 我觉得好像 有一两分钟 忽然间停顿了 真的很戏剧性 但 我真的觉得 那一刻 是我选择 我选择 不再 用以前 那种方法 去唱歌 而 我忽然间 那一刻 觉得 其实 耶稣会喜悦我 耶稣很喜欢 听我唱歌 还有 我感受到 耶稣告诉我 他在下面 听着我唱歌 那时候是哪一年 那时候是 我认为 2009年 10年 10年 即是 已经是 没东西做了 一段时间 没东西做了 一段时间 会不会有人 说你是 阿Q精神 自我安慰 我不理得 别人这么多 人家怎么说 我也没办法 但 那一刻 我是很真实 感受到 从那一刻 开始 我不再太介意 别人 怎么看我唱歌 我都会想 进步空间 我都想 别人给意见 我不会太 让这件事 成为 我觉得很辛苦 好像我生存 就是为了你赞我 你赞我 我就会长大 你不赞我 我就会缩小 我就很不想 自己再这样 而那一次 当我唱完 那首歌的时候 我站起床 然后 那些顶尖 会拍手掌 我见到很多人 他们都流眼泪 我那一刻 觉得 真的太好了 其实 我从小到大 人家都说 我唱歌 不感动人 小时候 你唱歌 没有感情 但我那一刻 知道 原来 我生命 对准神 原来神创造 我因此 喜欢唱歌 我是 必须要对准 他 然后 其他的事情 才能够发生 我忽然间 很明白 我从小到大 唱歌 我没有对准 他 我没有对准 耶稣 所以我永远 都不满足 我很喜欢听 Gabby 你说话 我都不用说 很坦白 虽然不是一些 海枯石烂 什么的见证 但正确实实 就是现在 我们很多年轻人 经历的 一些心努力情 你很坦白 很坦诚 和我们分享 你里面的 可能一些虚荣 跌低 如何起床 如何和主流相遇 欣点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欣点时刻 星期五 欣语之声 欣点时刻 欣语之声 今天我们的嘉宾 是杨子盈 Gabby Gabby曾经是2008年的 乐坛新人 但好景不尝 出过一支碟之后 就失业了 刚才我们也说过 事业上 反而Gabby 在失业的时候 才找回唱歌 真正意义 真正的快乐 Gabby 我又想问另一件事 就是在你迷失那段日子 你都说过 曾经过了 很薇烂的生活 我知道你在爱情 在这段时间 都有些新的体会 和看法 我想 那时候 很暖 拍拖 拍得很多 或者 开始做一种关系 就是 叫做 We are not lovers 就是 我们不是情侣 OK 就是一种关系 是 大家无需负责的 但我们做的 又好像男女朋友 那样 很乱 短的 又有 基本上都没有长的 短的 玩的 随意 但是 在这些 恋爱关系里面 其实 我都很伤 去到最后 最后 最后 我本来 跟一个男孩子 在一个混乱里开始 关系很错 错了 四个关系 最后 我们两个都认真 觉得 喜欢对方 和我拍拖 但是 去到最后 都是一个 分手的收场 而我发觉 其实 大家在一起 那几年里面 都是有很多 背叛在里面 然后 去到一个 是 不行了 真的太伤了 分手之后 我就 没有再 拍拖了 治疗的阶段 是神如何去医治你 其实我当时 因为太痛了 我想我人 这么大 一个女儿 我都 没试过这么痛 原来心痛的感觉 是心 真的会痛 不知道 为什么 心会痛 我又不是 有心臟病 但是 心真的很痛 痛到 甚至 我觉得 心碎了 甚至 觉得 心 好像 跌到地上 被人踩烂了 很痛 很痛 痛到 我觉得 我唯有 又是 呼求耶稣 又是 那些 绝处的时候 耶稣 不行了 不行了 神很爱你 我也知道 我也很爱耶稣 所以 在那个时候 感谢主 我身边 有一帮 很好的 基督徒朋友 一帮歌手 那时候 当我在小组 让大家知道 我分手之后 大家陪我 陪得很多 但是 也都 另外 我 有人 有人跟我说 其实 我这些 不是叫爱 他说 你这些 那么伤害 经历了这么多 这些 不是叫爱 我心里想 我这么伟大 都不是叫爱 有没有搞错 什么叫爱 是 当我 我 乖了 我认真 我都被背叛 为什么 我做得这么好 为什么 都会这样 我觉得 我很伟大 这个不是爱 什么感 让我 开始 去 想 其实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但 当时 我想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的时候 我都没有办法 想下去 因为我对 恋爱 是完全 彻底 极度 失望 我觉得 没有人 信得过 甚至我 自己信不过 因为我自己 都曾经 做过第三者 我也觉得 我曾经 放任过 我自己 信不过 自己 我是基督徒 但是 我都可以 这样 信什么 于是 拍不到 拖 我觉得 我不想再 拍拖 很累 我想休息 还有 在当时 分手的时候 我就发觉 回望 我是有 差不多 十年的时间 但是没有单身过 在你单身 静下来的时候 我知道 Gaby 对爱情观 对准 神的时候 又有一个新的体会 甚至 写了一首歌 Gaby 更多 去分享 我中间 如何被神医治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首歌 这首歌 是讲 一个婚礼 是讲 我将来 跟我另一半的婚礼 或者是讲 我和耶稣 将来 在天国里面的婚礼 大家细心听 歌词是Gaby 是Gaby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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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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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 像微笑中的你 来让我为了这一刻 现成自己 轻轻的呵护 你送的白裙 不让它占捕 全心的预备我自己 全心守护我的身体 接近我的心思概念 送给你最美心量 来让我多取你心 终于踏上这条路 红地毯不在黄金路 在绥静伴地海旁边 你演奏爱情如蝶光 如烈火为我热烈的燃烧 在永恒的那一瞬间 我们真切地上涌 我仿佛得到全世界 来让我为了这一刻 我宣传自己 高声地向着你宣告 我愿意 全人倾断我的爱情 交换一生的承诺 你属于我 我耶稣你 永远不分离 终于踏上这条路 红地毯不在黄金路 在最近把你还捧远 你演奏爱情如蝶光 如烈火为我热烈的热烧 在永恒的那一瞬间 我们真切地上涌 我仿佛得到全世界 来让我为了这一刻 现成自己 回头看这一生付出 一切值得 因点不尽 感动无限 怀抱社会 祝福生命 因点时刻 星期五 因语之声 因点时刻 因语之声 继续跟Gabby 杨子盈聊天 Gabby刚才的首歌很好听 谢谢 叫做以诗贴的婚礼 其实就是表达了你现在的爱情观 不过是普通话 我不太听得明白 要你解释 讲那个爱情观之前 我觉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转变 在那个疗伤的过程 可能大家都会对某些歌很熟悉 譬如《不要经度爱情》 我从那时候开始 不断听这首歌 也开始有些信息 什么你要等待另一半 对我来说是很新的 因为以前是 喜欢就拍拖 甚至我听到一件事 你在进入下一段感情关系的时候 你要先懂得跟耶稣拍拖 对我来说是很 很新的一个领袖 或者是一个很新的想法 因为其实我当时 也很不想拍拖 而且我也觉得很伤 所以在疗伤的过程里面 我就更多的亲近主 值着敬拜 值着祈祷 我真的感受到神 一些一些 去帮我拿走我心里的痛 或者值着一些过往的经历 让我更认识自己 然后甚至当我 大概分手之后半年 就是人的状态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的时候 很好是 样子又变了 唱歌又变了 刚才说唱歌没有感情 现在不同了 开吆 对 然后也都 样子不同了 又漂亮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别人说的 但是我也真的开心了很多 甚至我开始在神里面 慢慢找回对爱情的信心 因为我知道 我以前搞到一塌糊涂 是因为我乱来 Gabby 其实就算现在所谓基督徒 说真的 青年人有个冲动 就是不管了 总之他英俊美女 我看好就拍了 其实有什么所谓 我和他两个之间的事而已 最多有什么就回到耶稣道 say sorry 就重头来过 是不是这么简单 你经历过 可能我因为太痛 我就真的很不想 下一段关系都是这样 还有我心里面 很想 如果对方不是我结婚对象的话 我拍拖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因为如果不是 我就要分多一次手 我承受不了这个相同的 而因为我有这个目标之后 我对我的爱情是很认真的 我不会再乱出去约会 有男生约会的都会 但是我就会问一下耶稣 耶稣如果我和这个男生出去 行不行呢 我心里面会感觉到平不平安 我觉得不平安就不去 当然了 怎样可以知道不平安 就是我出了几次 发觉都是不平安 出了几次之后都觉得 吃完餐饭都没什么发生 我觉得很浪费时间 然后就开始甚至约会 我也不去 我就问着这个男生是不是 其实就是这样 然后开始 甚至当我没有出去约会的时候 我更加清心的去等候神 在这个过程里面 神给了一个很有趣的感觉 我记得是 现在是一二年 在一一年的十 一一年的六七月左右 我开始就是 跟耶稣很近 我觉得耶稣是我的男朋友 就是他来满足了我 心里面很多的需要 耶稣很爱我 然后当我得着了这个满足的时候 在一一年的十一月 耶稣开始给了一个感动 我会忽然挂着我将来的另一半 但我那一刻 怎么可能挂着将来的另一半 你还没拍拖的 还没的 我都没有认识一个心意的男生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因为没理由他还没出生 对不对 没理由他一定是这个世界上 这个人是真实存在 我没遇到他 其实也在 然后我就 因为这个 有一个挂念的感觉 我偶尔都会想一下 他现在在做什么 不知道他上班了什么 不知道他现在冲了凉了 睡了 然后当我开始有这个感觉的时候 我忽然间觉得 我可以为他祈祷 其实 那我就为他祈祷 希望他时时顺利 为一个未出现的对象来祈祷 是的 还有我觉得我不是对着空气说话 因为我真的心里面 我觉得sweet 还有我甚至跟耶稣祈祷 我知道我这样 是很傻的 但若果对方 都是在等着我的话 我希望他都会 这么期待我出现 其实不傻的 其实天父 都是鼓励我们 为所有的祈祷之余 当然是包括你的终身伴侣 未出现之前 当然是 期定先 我这里要帮 Gabby说一点 大家可能一路听 Gabby说 就是整天问耶稣 整天问耶稣 你好像很迷信 你整天憑感觉 不是的 我认识的Gabby 他是踏踏实实地 读圣经 祈祷 真的从真理里面去领寿 就不是 很懒惰 躺在这里 骑两个肚 平安就行 不是的 当然了 一定要看圣经 一定要领寿 其实我和耶稣的相处 不单止是看圣经领寿 我经常都和他聊天 因为我觉得 信耶稣不是一个宗教活动 没错 是我生命 如果这个神是真的 他没理由不跟你沟通 没错 是的 我也是这样觉得 你现在的另一半出现了没有 我现在还是单身的 等候 等候中 我都有我欣赏的男孩子 我觉得也很特别 因为我始终都是女孩子 我都会有我心仪的对象 我都会对哪一种人觉得特别吸引 现在在认识的阶段 其实我知道的Gaby 美女 多人追的 就不是她好像 阿Q精神 没有人追 就说等候 她其实真的有很多人追 但这种等候 实在不容易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 喜欢没拍 有什么所谓 不过我觉得 为什么要等 其实大家都感觉到大家有好感 但在这个等的过程里面 其实是去调整大家的价值观 还有可能对方的生活习惯 我的生活习惯 我的想法和他的想法 我的家庭背景和他的家庭背景 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 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对不对才可以 所以我就选择慢一点去观察一下 甚至大家都觉得不如慢一点 所以就算有感觉 也不一定要做情侣的 可以做朋友 等候 因为我相信对女生来说 没有一些身体接触 没有一些言语上甜蜜的说话 反而可以更加理性去看清楚一个男孩子 如果每个女生像你这么乖 去选择男朋友 将来我们的家庭一定会很幸福 祝福大家 好 现在我要去一节新闻 新闻回来后再和Gabby聊天 欣典时刻 星期五 欣语之声 欣典时刻 欣语之声 今天帮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我Phoebe 贾丽明 因为阿邱怡病了 不过放心 我相信她星期一会回来开麦 今天的嘉宾楊之迎Gabby 跟她谈得很投入 因为她有美人 有美声 见声又说得很好 虽然不是大起大跌的见证 但实在是我们典型青年会经过的阶段 成功过也跌倒过 跌倒过 跌倒的时候又找到人生的意义 刚才我们说过爱情 Gabby 有什么要补充 我想现在我在过一个 或者我爱情观 我有点觉得自己 我真的这样 我觉得我真的完全被改变 首先我曾经对婚姻觉得绝望 因为我想在香港或者很多这个世界都见到 我们见不到一些好的例子 或者很少在我们身边都是离婚 破碎家庭 单亲家庭 所以我以前是绝对没有信心去建立家庭 但藉着神的医治 我慢慢开始有信心 甚至我在去年 一一年的时候 当我开始了 有一个这样的感觉 我会挂着一个未遇到的男孩 我觉得很浪漫 很浪漫 听到也觉得很浪漫 是很浪漫 是很浪漫 然后我觉得原来 戀愛可以是这样 因为如果这个人是确实存在 而神祝福我 祝福他 他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不过 他不会没有机会 应该怎么说 他也是这样期待我 你这个等候的信心很大 你以为说这么容易做到吗 你拍了这么久之前 现在没有一个男孩在你身边 你会不会有时都觉得孤单 我不会啊 你会引誘呢 我不会啊 绝对不会 因为我发觉以前我把戀愛放得太大 我就失去了很多朋友 在这段单身的时候 我和很多大英姊妹很友善 我又和耶稣友善 也建立我的事业 女生现在真的不容易做 因为女生其实都要建立自己的事业 或者是对我来说 我要找到一个明定 就是神创造我 我那么喜欢唱歌 其实是为了什么呢 其实是为了什么呢 你现在能不能找到那个使命 我知道你现在 其实是有个乐队 对啊 Gaby 你说了很多东西 差点忘了介绍 我们播了这么多歌 其实是从一支小碟出来的 那支小碟 你介绍一下 这支碟叫做I need to 就是Hot worshiper的作品 我就是Hot worshiper其中一个成员 这个挺巧合的 Hot worshiper Worshipper就是敬拜者的意思 我们暂时没有中文名 直译的话就是HOT敬拜团 OK OK 很火热的敬拜团 在我单身这段时间 其实我是花很多时间去敬拜主 最初就是因为我心痛 我很痛 我需要敬拜 我就觉得舒服和平安 我就这样很多敬拜 最初是有一个感觉开始 但信仰不是单是一个感觉 是的 我在敬拜里去经历神 在敬拜里 因为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 当我去读神的话语 甚至开始讨读诗篇 大卫都是很多时候 他遇到很困难的环境 但他还可以写到赞美的诗篇 我就会跟着诗篇去讨读 好像是我的讨文 一路一路去医治 起来 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和另一个姐妹 叫做梁雨欣 她也是歌手 我们就经常走在一起去敬拜 去敬拜祷告 去到某一个位置 也觉得不如我们走在一起 继续敬拜 纯粹是走在一起继续敬拜 做些什么好呢 不如建立一个组合 我们就建立了Hot Witch Park 之后 没有分别的 一样都是继续敬拜 我们就有一个市工 在中环这个地方 去服侍一些白领 让他们午餐的时候 可以上到这个教会 我们就敬拜过半钟的时间 然后他们可以拿着他们的饭盒 来到这个地方安静 有没有网页 如果大家想加入的话 可以上Worshipper的Facebook page 就会有Lunch with God的资料 这个服侍叫Lunch with God 就跟耶稣一起吃饭 很有意思 对 也是因为这个服侍 很多在敬拜里面有操练 后来我们建立了这个组合 很有趣 神就开始给我新歌 怎样给你新歌 因为我以前是写不到歌 以前我觉得我要学了一样东西 才会做一样东西 但是有很多弟兄姊妹 为我祷告都说 我感觉到神要把新歌给你 给你灵感 其实就是 然后的确有一次 当我去退休的时候 我就领受到第一首歌 也是刚才播给大家听的 就是I need to 由那首歌开始 我和雨欣 还有我们有另一个成员 叫王敏杰 她之前也上过这个节目去分享 我们就开始写歌 写歌 写一些歌 一些是很敬拜的 一些是我们的心路历程 那这张碟有没有可以买的 这张碟暂时就没可以买了 我们去分享见证的时候 我们会带她去那首歌 那待会我们要趁机会播多首 有问题可以 Gaby 我想问 这样来到去唱歌 其实未必会赚到食 会不会呢 那你生活怎么办 其实我除了去敬拜之外 我之前不是说我是读演藝学院 我读演藝学院 其实也学了很多很稳固的声乐知识 所以我当时都问主 为什么你叫我去唱歌剧 但最后我又不是做一个歌唱家 是做一个流行乐坛的歌手 但我现在就开始见到 那个big picture 是神要我学了这些技巧 亦都要我去进入娱乐圈 最后就是服侍香港 或者世界 列国有很多的敬拜团 因为其实现在很流行 就是一个乐队的敬拜 唱的歌也是比较流行 我相信大家听的也是pop的诗歌 然后我就慢慢去建立我唱歌的教学 神也给了一个负担我 是藉着教唱歌 让弟兄姊妹可以从唱歌里 找到为什么要唱歌 就像我当初在想 为什么我可以唱歌一样 其实回复到最初 我们唱歌是赚美主的 如果你来我学唱歌 当然是基督徒 如果他是基督徒 那你一定是想用你的歌声去服侍主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给自己的技巧 去令我们分心 我唱歌的吸气不好 或者我唱歌 所有东西都没搞定 就唱得不好 但耶稣不是这样看的 我们五音不全 其实耶稣都越纳了 你现在是教人唱歌 也是 从教唱歌里面 带弟兄姊妹进入敬拜 进入一个心灵诚实的敬拜里面 就是不要忽略歌词 不要忽略歌词的意思 很多时候去教会唱歌都会敬拜的时候 有些歌很熟 譬如爱事不保留 唱到滑晒眼 你会觉得没有感觉 但当你去看歌词 所谓心灵诚实 我真心去唱歌的时候 是另一件事 你年纪轻轻 经历了这么多 现在有和别人分享 什么是真敬拜 很佩服你 我又想问 其实你这么会想 你是否因为家庭也很幸福 很正面 所以你这么会想 我家庭 我想从我的太太太太的级度开始 我的家庭都是家族性地离婚 而去到我的家庭 爸爸妈妈都在一起 但他们叫叫很多 甚至很少会在家里见到两个同事存在 而且我见到爸爸比较少 你有没有兄弟姊妹 我有两个妹妹 你大姐姐是一个 算是破裂的家庭 原来也挺困难的 但为什么你可以这么正面 我想也不容易 其实我觉得真实的 基督徒的生命 其实是有盼望的 但真的会很难走的 特别看到一些情况 是这么困难的时候 譬如我家里 也仍然有问题的 而我也会有气馁的 甚至我也会觉得 在外面说见证 大人信主 但我家里有成员 还没有信耶稣 我也会觉得自己很愧疚 但是 怎样可以依然正面 就是对耶稣有信 就像我当初 觉得自己不可能会结婚 我不会再相信这件事 我信不过自己 但我真的觉得神更新了我 藉着敬拜 藉着祷告 藉着读经 更新了我 所以我偶尔都会 偶尔都会没有信心 跟耶稣说 不行 但是 我继续将我家里交给主 我相信 因为耶稣在圣经里面说 是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必 那我就这样相信你 你说必 那我就相信 你信心很大 我知道 你这队乐队 Hot worshiper 都是周围去做一些报导 见证 接下来有什么使命 接下来 九月尾 我们会去意大利服侍 我又想去 去到一间当地的华人教会 他们刚刚成立了一对敬拜队 我们就会去跟那边的年轻人一起敬拜 一起在敬拜里面经历 在敬拜里面更新 因为我们相信 当我们敬拜是进入神的同在里面 神的光一来到的时候 很多黑暗要走 罪要走 因为圣灵会加我们有能力 所以生命会更新 多谢Gaby 我们现在先去广告 回来继续谈 星期五 恩语之声 今天是杨子言Gaby 我们的嘉宾 曾经是一位香港乐团的歌手 现在就组成了一个乐队 Hot worshiper 出来敬拜 Gaby 我知道你今天 预备了一段经文和大家分享 我预备了诗篇第八篇三章四节 第三 不是 诗篇第八篇第三和第四节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切的月亮星寿 便说 人算什么 你景固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景眷固他 我选择这篇 诗篇 首先我很喜欢诗篇 而我其实很喜欢天 真的很喜欢天空 我很喜欢大自然 我一见到大自然 我就觉得神和我很近 那我觉得这一节的金句 是令我自己 见到我的渺小 但是我的宝贵 但是又看自己合乎中道 就是我见到神创造的天 他所陈切的月亮星寿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算是什么 但是呢 神又眷顾我 那就是我觉得 从我以前在我的经历里面 我很想得到人的肯定 其实我也有点自我膨胀 对不对 所以说 然后到现在 在神的里面 我觉得 我拿回我的身份 我是他的宝贝女 甚至 主是万皇之王 我们是公主 我又 拿回这个身份的时候 我又不可以 觉得好像有特权 我是公主 又公主病 我觉得耶稣我要我要我要 但是 我觉得这一篇的金句 就令我觉得合乎中道是 我在一个这么大里面的这么小 但是这个这么小里面 我有这么大 希望大家会知道 他明明很远 你很难想像一个这么年轻的歌手 他能够体会到这么深奥 人生的哲理 Gaby 其实你进入乐坛之前 我知道你很小时候开始唱歌 四岁合唱团 九岁站在台上 被人拍手 对 其实如果相反 如果今天你做人父母的时候 你会不会被你的小朋友 这么小的站台 或者你会不会觉得 因为你曾经的经历 给现在我们的父母有些什么 提醒两句 我想我没有小朋友 我还没有拍拖 但我觉得我不会介意他将来 如果他喜欢舞台的话 我甚至会鼓励他 但我觉得另一方面 我希望我能够从他小时候建立他 这些东西不是让他建立他的性格 或者他的个性 我要让他认识主 我要让他认识耶稣 然后当他知道 他的价值不是在这些东西赚回来 就像我当初那样 以为我在这些东西赚回来 教他要谦卑 这个谦卑又不是看小自己 我想从旁也要有很多真理的教导去帮助他 当然如果我真的觉得他很骄傲 我站在台上的时候 那就再作衡量 我也不知道 我还没做妈妈 但我觉得不是斩脚趾比沙虫 不是不站在台上就不虚荣 因为有些人不在台上 都依然虚荣 现在说的好像很容易 你从小姐被人去赞赏 甚至好像很顺利 但当天的经历不是那么容易 你怎样去战胜那种虚荣 我其实从来没有虚荣在里面 不可以这么说 有虚荣的 但这不是我最多的 反而在这些赞赏里面 我最难的就是 别人赞赏我 我接受不了别人的赞赏 因为我对自己要求高度 我不会赞自己的 我觉得 没有可能 表演艺术 你永远都可以有更好 永远有更好 永远可以有更好感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说 不是战胜的虚荣 反而是去战胜自己 因为最不放过自己 和最不原谅自己的赞是自己 但怎样能够去过这一关呢 嗯 我想 首先是放手 我接受了这个世界 不是围着我转的 别人不要鼓掌给我 我也没办法 别人要恨我 讨厌我 不喜欢我的声音 我也没办法 我不需要去取悦他 这是令我很释放的 因为我接受到别人不喜欢我 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因为你以前也算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如果不是 你不会很想 那个光灯在自己身上 那你现在又说 不需要一定的聚焦在自己身上 因为我知道 有一个光灯对着我 是耶稣的光灯对着我 任何时候 无论是 我在台场面 还是我在床上 是我自己私下 和耶稣的祈祷 无论在街上 耶稣的光灯都对着我 所以我觉得 从耶稣那里 我是得到 完全的满足感 完全的爱 完全的接纳 那我就 可能在耶稣里面 有了这种的封城之后 其他的我看得浅了很多 就像我刚才分享过的经文 我觉得 我可以活在当下 这一刻 神要我去学习 要磨练我 要思练我 我也是这样 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思练是什么 神福 神福 神福哪方面 神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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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欢迎你打电话31064444 再说一次31064444 这条关怀热线由现在起两个小时内 都会有人接听你的电话 下星期一就会继续有车二和洪笑旗主持的 欣典时刻《欣语之声》 在节目结束之前 我们很想听一首hot worshiper的歌 Gaby 麻烦你简单介绍一下 好 我跟着跟大家分享的叫做换柜 这个换不是换衣服的换 是玩的换 玩的换 这首歌是拿了一个鞋音的 因为我觉得在我经历神的时候 传道书有说生有时死有时 我觉得好像拍拖有时 单身有时 医治有时 喜乐有时 忧伤有时 神在我生命做的事 我觉得好像不断换柜 不断有assignment 我现在跟神学习的事是信服的 然后当神转换季节的时候 我都要改变 所以我不可以经常看着 以前我跟神明明是这样的 为什么现在不是这样 或者我以前是这样就OK 我将来未必用这一个方式 去生活是OK的 就好像女孩子 冬天的时候要塗保湿一点的cream 然后到夏天的时候要塗干爽一点的 你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 或者夏天你下雨的时候 冬天不下雨你就不带傘 夏天下雨你一定要带傘 我们人必需要因为季节转变的时候 我们有相对的转变 所以其实跟神的关系 或者在我们基督徒的整个生命都是 如果神这一刻想做新事的时候 我们要配合 可不可以说一下你现在在经历一个什么的季节呢 在神里面 我现在在经历一个季节是 信心的季节 还有信服的季节 刚才有没有说 如果用春夏秋冬来形容呢 哎呀呀呀这样啊 其实我心情什么时候都是春夏这样的 看到你这么开心 真的以为你是事事顺境 但是原来真的在艰难 你有你自己的艰难 你也有自己的苦方 但是你可以依靠主意 我听得出来不是假 认识你的人 又知道你真的很乖 很虔诚 努力读经 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 很坦诚 周围和人们分享 成为别人的一个福气 Gabby 我真的今天很开心 认识到你 我也很开心 很谢谢你Gabby 正如我刚才所说 跟你聊天不是什么 很大很特别 什么有生离死别的经历 但是很舒服 一个很真实的年轻人 经历了很多 愿意苦服在神面前 将你的生命摆上来 可以是这么喜乐 这么得性的 我们真的要听你这首歌 是谁作的 这首歌是文杰 王文杰他写 曲词也是他 送给大家 拜拜 等了吗Cathy OK OK 来 OK One two three four 入筹了吗 Yeah 什么事 入筹了 这些小事 这小事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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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这些 这些 我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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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茫茫结冰村 唯独未必 爱你这海面 我向上这海面 舍不得游得走 你提供我会认 春花片下月前 因你善变 唯独爱你 我向上这改变 舍不得游得走 你提供我会认 春花片就月前 因你善变 唯独爱你会变 你忍了很久了 老 Claro 老 Urban 这张不愿意 快伦 剪腊 小白